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长空 看到这个主题 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要说谁了 毫无疑问 今天龙虎榜上最亮的仔 就是终身动力背后的主力资金之一 呼加楼 有人说这是一个人肩扛起一个板块在前进 完全是靠自己的蛮力 有人说这是市场的合力 也有人说大力出奇迹 呼加楼的风格就是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大比买入某一个方向 他主要使用的是超能力战法 这三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哪一种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听一听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首先我们来看终身动力的龙虎榜 终身动力的龙虎榜上面 呼加楼今天买入了一个亿 卖出了两个亿 桑田路买入了8100万 净买入的金额是7600万 再就是东财和华泰太多中心这些席位了 这里面我们重点复盘一下 呼加楼是怎么做的就可以了 呼加楼在本周四的时候是买入了1.58个亿 然后手里的筹码应该还有5000万 今天是把手里的筹码都卖掉了 然后在今天又买回来了一个亿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呼加楼还有一个标的 就是深成交 他在深成交上面 今天买入的金额是1.78个亿 也是一家独大的 像其他的深成交上面的 中信北京总部和桑田路 这些包括华泰苏州 这都是3000万左右的一个买入 和1.78个亿比起来 那都是小地了 这也是一个低空方向的标的 和这个综身动力是一样的 呼加楼今天整体的操作 就是在深成交上买入1.78个亿 加上综身动力的一个亿 他总共买入的是2.78个亿 然后是卖掉了综身动力上面的两个亿 综合来看 呼加楼今天是净买入的 这个也没有问题 对吧 有人说呼加楼的操作 就是拉升一个板块的标的 然后 就是拉升同一个板块的多个标的 然后把手里的筹码 依次卖给市场从中获利 这个手法 其实在油资当中是非常盛行的 因为很多油资都会这么做 只不过呼加楼做的是比较明显 就是他出手的这些金额比较大 另外一个都是一个人肩扛一个板块 对吧 比较明显 其实我一直在传达一个思想 就是资本市场 它跟战场是非常相像的 今天这里面 争夺短线资金的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低空 呼加楼代表的 这个综身动力和这个深层交 另外一个就是汽车方向 就是大众交通跟这个金融汽车等等 生物医药就不用说了 这个生物医药做它的资金 跟我们讲的这些资金它不是同一个性质的 那是另外一波资金在做生物医药 板块之间的作战 哪个板块的带头大哥赢了 哪个板块就更加容易 获得这些短线活跃资金的青睐 你看今天综身动力和金融汽车 包括大众交通 在盘中其实都是有一些联动的 仔细看都能发现其中的关联 所以如果你手里有一定的资金 想发动市场当中 当下的一个热点板块去运作的话 毫无疑问 这个板块内很多标的多点开花 才更加有利于你去运作 把一个标的炒起来 再把另外一个标的炒起来 甚至同板块的多个标的一起炒起来 那么这个板块的热度就有了 然后短线资金自然是闻风而至 那么你手里的筹码就更加容易的出手 更加容易的全身而退了 这个思路这个手法都没有太大问题 胡家楼做的就是太明显了 大家可能觉得你这么明目张胆的 在这里这样做可能不太合适 对吧 其实我跟大家讲 资本市场里面最需要的确实是低调 如果你太张扬的话 别人要弄的话 首先要弄死你 对吧 这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先例了 所以说资本市场里面 确实是最需要低调的一个市场 但如果本身你有拥有足够硬的后台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受到一些旨意去做的 那么高调一点也无妨 也没有问题 西游记当中 尸陀岭的三个妖怪 高调一点没有任何问题 谁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除非如来自己来 但如果你是白骨精的话 你高调一点 那就是被猴子一棒子打死的命运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 我们再来说回终身动力 终身动力今天的成交金额是多少呢 是49个亿 实际换手率是来到了47% 我们再试想一下 假设护家楼不买入终身动力的一个亿 就单纯的想把手里的这两个亿卖掉 那么请问今天的成交量 它能不能够顺利的卖掉呢 当然可以 对吧 今天的流动性这么好 为什么卖不掉呢 它的两个亿占比成交额 也就是4%多一点 对吧 完全可以走掉 既然能够全身而退 今天为什么又买回来一个亿呢 加上深成交那边1.78个亿 今天它买入的反而更多 那么你说 它是准备在这个位置全身而退 取关低空 还是准备继续在这里面战斗呢 如果它准备取关低空 就此不看了 就开始在这个位置分批撤退了 我想它就不应该再去做深成交了 对吧 是这个道理吧 另外你看今天终身动力 今天的表现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47%的换手 可能是死亡换手 但也有可能是新生命的开始 相比于大众交通 我觉得终身动力还有一些路要走的 因为它的人气也起来了 大众交通 其实给市场的一个启发就是 一个票可以不停的上涨 可以不涨停 可以不走连板的路子 那么终身动力 为什么不能来模仿一下大众交通呢 最起码现在人气 基本上和大众交通持平了 而且低空这个方向 近期消息也是不断 刺激的消息也是不断 非常有利于这个方向的炒作的 所以综合下来 我认为今天呼加楼的操作 它并不是人傻钱多 单纯的靠自己的超能力 来做这些标的的 它也有自己的考量 而且我认为 现在市场的风向 是比较适合它这么做的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 10点钟之前 我看到之后都会回复的 还想听哪一个的龙虎榜解读 也可以说一说 周末我要有时间的话 会再出一期 好 感谢各位点赞的朋友们 再见